在微光溪流的婚礼后 我们意外叠进了衣柜未知的区域 醒来后我们发现在柳西 记忆刚开始有点模糊 但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里 有些记忆也慢慢回来了 这里是模拟心症 柳西是牧羽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 我本来跟爸妈一起住在三米苏诺 因为记忆还有些凌乱 关于我们的爱情故事 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们 我跟牧羽的财产大概有十万模拟币 所以我们买了水稻玫瑰一号 这栋就是我们的房子 一共有三层楼 一楼是客厅 二楼是餐厅 三楼是工作室与卧室 牧羽在科技业当独立顾问 我是自由工作的作家 最近才在讨论到底要不要去蜜月旅行 但老是没有结果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真的能去旅行 大家结婚后有没有度蜜月呢 听说很多人会选择在索拉尼岛蜜月 我也很期待哦 啊 牧羽要去上班了 希望她今天工作愉快 我也要去做家事了 牧羽的妈妈说最近要换家具 做完家事后还要去她老家一趟 希望今天她妈妈不要跟我聊太久 以免牧羽下班没办法迎接她 希望大家会喜欢练语正家人 柠檬与牧羽的新欢日记 那么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